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祝大家新年好 忙过年了 因为出境成祸 所以我就想到一些童年往事 刚刚是左营区挖仁村 我在海军圈村长大 出生长大 在50多年前 海军在左营盖了一个 以前就有一个中山堂 民国40年就开始新建一个叫中山堂 就在我们的这个挖仁村的这个角落 那再来就是 因为那个地方离那个 离港区很远 所以很多阿兵哥要来这边 如果是在舰队服务的话 他来这边看电影是很不方便的 这边是给军 军舰跟那个 在那个机关的军人 还有这个老百姓 以前是要因为盖在这个民间 跟这个军这个军舰区的那个中间 就是在边界的位置 还有一个门就开的 像那个上海街开 那个门就开在那边 就是因为原来的那个桂永青 海军总司令桂永青上将 他的原意就是说 要军民同乐 可是因为当时老百姓都是光脚的 所以很不适合到这个中山堂来看电影 中山堂以前有一个荷兰人 叫做刘延涛先生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恶国人 因为他鼻子很大 所以有的人叫他大鼻子 他实际上他是荷兰人 他精通俄语 还有那个法语 还有欧洲很多语言 还有他们的那个德语 荷兰语他都会 他做了很多事情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公开 有些算机密 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山堂的主任 管理这边 他好像是中校退役的 他是一个荷兰人 他从在对日抗战的时候就加入中国国民党 是一个中国的非常的一个 那个资深的一个党员 他是对日抗战的时候 那个他加入了那个是中华民国国军嘛 就当了一个那个同义官 然后后来就在辗转的 后来就到了海军 在海军这个服务 因为他他精通很多国家语言 他长的是一个外国人的样子 就是一个外国人 那因此他娶了那个中国人 中国女人结婚生子 然后就在负责中山堂 中山堂本身就叫做 就叫中山堂 没有别的名字了 实际上他是海军这个官兵 这个文康文康中心 后来因为离那个离港区太远 所以在在港区的附近 又找了一块地方 又建了一个叫做中正堂 中山是孙中山嘛 中正是蒋中正 可是中正堂他的原名 不是他那个地方的那个挂的那个 那个牌子叫做海军官兵文康中心 这个文康中心 文化康乐中心 那那里面也有弹子房 很大的弹子房 然后还有还有餐厅 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设备 当然还有最重要还有个电影院 所以我们以前要看 要看那个中正堂的电影的话 在在我们这个地方 在挂人村这边的人都要坐海服车 他因为海服车是海军办的 那个老爷爷车会从军区里面开进去 他有这个特权开进去 然后再开到 因为那个车子都是老旧车子 所以相当是危险 因为他开的那个斜坡 要到港区有一个很大的斜坡 他有的时候斜坡 他会杀不住车子 所以他绕另外一个地方 绕那个高尔普球场那条路 然后到小港里面再转过去 因为他的那个车子他不在中间停 而且他那个因为海军办的 所以一般的那个港哨 不会拦他 然后到了那个军 那个港区之后再从那边出来 出来之后就直接就到了那个 中正堂的那个那个入口的位置 然后就开车上坡到中正堂 我们放电影 晚上的电影 晚场电影完了之后 每一场电影他都有 都有海服车 那你也可以坐那个车子回来 那这是以前的这个海军的状态 那那个文康中心 刚才讲过有弹子房 还有什么 还有洗衣部啊什么 很多只要是海兵官兵 能够服务的都在那边 因为舰队的人都在那里 那更有趣的地方就是在 你不管是在中山堂还是中正堂 以前放电影的时候 除了一开始是在唱国歌 全体树立唱歌歌之外 那还有海军军歌 还有一个新闻报道 当时有电影片 我是李德言在华盛顿报道 大家如果有印象 都有都有这个 还有一个政治宣传片 这些完了之后才开始演电影 那在演电影当中 如果说有一些部队 紧急集合的时候 或者是随随随随 要来找某一个人 某一个人现在在 现在他耽误要找他 怎么找法 就直接到那个机房 你把名字写上 机房就会拿一块玻璃板 拿钢笔 好像钢笔墨水 在玻璃板上写上那个名字 可是这个光线打过去 用那个碳数光打过去 这个玻璃 蓝色的这个痕迹 打到荧幕上去的时候 变成是一个橘红色的颜色 比如说你要找一个王大头 好了 那那个人就讲王大头外找 然后你这个电影在放的时候 到这个右边或者左边的边边上 他会出现这样一个字幕 有的时候那个部队要紧急集合 比如说舰队 那个军舰要开了 马上要开了 所以要让所有的官兵赶快上船 因为要接到紧急的任务通知 这个时候甚至于还会 我曾经也见过 这个电影放在一半的时候 上了字幕 那个人还没有出现 那表示他可能不在这个电影院 或者他不愿意接受征召 这招 这招居然会有人广播说 某某人先到外找 我还曾经还看过有一次 最最最最紧急的一个状态就是 电影演到一半之后 突然咔嚓停了 那个整个全场灯亮了 亮了之后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长官就是 那部队长官直接跑了 跑到那个那个舞台上面 直接广播说 谁谁谁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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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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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什么什么军 或什么什么部队的那个官兵 赶快到外面集合 军车都准备好了 因为那个中正堂就在那个附近 中正堂除了这个功能之外 他还有篮球场 另外在那个在那个下坡的位置 还有一个有一块地方 他把它辟成什么 辟成溜冰场 那个溜冰场不是不是不是用那个冰刀的溜冰 当时那个时代只有这个轮鞋 轮鞋式的 这是这是现代的新产品 是用塑胶做的 那个非常的非常的环保 也非常的有趣 以前都是铁做的 那用这种轮轮式溜冰鞋在那边玩 那那个因为一般人当时买不起这个东西 那在台湾那时候坐着都是外销的 很少人买 那因为小孩子 因为这是可以调整的 这个间距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大人小孩基本上都可以穿 只要把鞋带绑紧在后面绑紧就OK了 像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穿 一个size全部都可以用 没有所谓大宗小号的必要 像现在我给他调整 就是大人可以穿的 那个时候这个是铁做的 那我记得我们以前想 我们家小孩子多 每一个眷村的家庭都是这样 孩子很多 你就不会 你跟我父亲要的话 他不可能给我花钱买这东西 而且这东西 我们家也没有教练 那个当然也要请教练 另外要花钱 那边也没有所谓的教练这回事情 都是会的人带的不会的人 或者家长带的孩子们在那边 就在那边扶着练习 那那个地方都是晚上 基本上都是晚上才开 夏天的晚上 很多人就像游泳池里面的人一样 很多人在那里 人山人海的在那里 在那里玩 那有一些熟的人就在带着大家 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这接龙嘛 一个扶一个这样跟着他这样 像蛇形一样绕来绕去 在那个厂里面 看得很舒服 但是当时我们要下去玩这个 要用花钱去租这个 租的 抵押那个学生证 然后就租的这个东西之后 然后时间到的时候 他会通知 通知你时间到了 因为有专门阿兵哥在那边管这个 管这个游乐场 就是溜冰场 但是 后来这个没落了 没落之后 没什么人在玩了 那个溜冰场就废在那边 废在那边之后 你如果有这个的话 你自己可以去玩 甚至于白天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去玩 那那个溜冰场就是磨石子 磨石子的地 那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现在那个溜冰场还在不在 我不知道 反正这个已经太久没有了 而且这个东西变成 价钱变低了之后 大部分的孩子们都买得起 那我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买了这个溜冰鞋给他们 铁的 像这种轮式溜冰鞋 刚开始买的是这个 后来又发展出来直排溜冰鞋 直排溜冰鞋 看这种是直排溜冰鞋 台湾有一阵子很流行这个东西 这小孩的size 直排溜冰鞋是整个的 跟那个冰刀一样 它是整个按照尺寸 就是按照小孩不同的 小孩大人不同的尺寸 我女儿在同时学这个的时候 在幼稚园吧好像 还是小学第一年级的时候 那我完全不会 我也买了一双 那我溜的很烂 但是我 我扶着他们 让他们学会了这个溜冰鞋 怎么样前进倒退 S型怎么样 他们都很会 就是用这个直排溜冰鞋 直排溜冰鞋就是 就是简单的是冰刀 从冰刀的那个原理 来移植下来的 那直排溜冰鞋的发明 是美国人发明的 从发明开始畅销这个东西 大概有 大概是我将近20多岁 将近30岁的时候 刚开始美国才开始有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 台湾OEM在做这个东西 所以有很多的工厂在做这个东西 所以有一些也流到民间 所以有一阵子 这个东西是非常风靡的 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 所以我就发现到 时代的不一样 我们童年的时候 买不起一个轮式溜冰鞋 连一个轮式溜冰鞋都 因为家里孩子多 都买不起 但是到我孩子的小的时候 轮式溜冰鞋玩腻的时候 就玩直排 直排也玩了很久 这一双不是他的 他的脚比这个大 那也就是这种尺寸的 那你要玩直排溜冰鞋的话 你的安全设施 你要完全掌握 所以整个都 一整套都有这个护具 从手腕 手肘到膝盖 都有护具 还有这个安全帽 这些东西都是基本装备 这些基本装备要戴上 全部都全部武装了 然后你这样子的话 孩子更不会受伤 所以他在玩起来的时候 非常的安全 他只要有胆量 因为孩子们不怕摔的 大人很怕摔 但是孩子们不怕摔的 所以我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都会玩这些东西 那如果说玩冰刀的话 他们根本不用学 你会这个 你用冰刀的技术 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冰刀的鞋子 也是这样子的 那 这就是我的童年 跟我孩子的童年 差了一代人 30多年的经历 所以就两代人 就有两代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际遇 那我就在想 这个那个 那个是一个溜冰厂 我发现到 只要这个社区里面 它是一个完整设计的 只要一个大社区里面 一定有绿地 绿地有公园 另外有公园 就是有篮球场 或者是有 篮球场也可以打羽毛球 如果要围篮 也可以打打那个网球 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必须要有一个溜冰厂 磨石子的那种溜冰厂 就是现在只要这里面有孩子们 就要设置这个 如果一个社区 只盖房子 没有溜冰厂的话 那个社区 绝对不是一个完整的社区 因为它不是给老人住的 老人不需要玩这个 没有老人 才开始玩这个东西的 一定是有小朋友的地方 才会有篮球场 我曾经讲过篮球场 因为那个 有小孩子 在打篮球 打的时间 超过晚上七点 老人要睡觉 崩咚崩咚 他们就反感 反感之后就反应 反应之后 因为大人开会 小孩没开会 当然说 那就把篮球场给锯掉 全部锯掉 我听到 我就觉得非常之好笑 一个社区里面 如果只有老人的话 就是他最后一里路 迟早他都会顾去 在顾去之前的话 这些年轻 还有年轻的下面 年轻一辈子 要怎么办呢 跟着老人一样 顾不知风 当然不是 所以说你在一个社区 你去评判一个社区的机能 要炒房 要炒到什么 什么样的 那个 豪宅什么的 它的公共设施 一定要完备 比如说市场 什么 它的购物都很方便 邮局什么 通通都要完备 如果没有完备的一个地方 那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社区 它的机能不完全 而且还有一个 一定要能够适应的老中青三代 我曾经在这个我的证件 2014年我在选里长的时候 我要推行这个 结果我就拿给一些朋友们 比如说 那个马术界的朋友们 他一看他说 哎呀 他说老哥你这就对了 你想要把房价提高的话 你这家没有一些高级的这种 这种活动在的话 怎么可能提高吗 贫民窟是不会去玩骑马 也不会去玩飞行 也不会去玩这些 这些东西的 老人的话 就在那边晒太阳等死就了事了 他不会去 再想说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蓬勃发展 或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房价怎么可能高得起来吗 那那个人一看我这个 就说哎呀 那就对了 有了我这种活动的话 就对了 这是当时他给我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说 飞行可能太危险 骑马也太昂贵 至少说你要 一个社区要有个溜冰场 现在的孩子们 刚刚讲的装备齐全的话 任何人都可以把他交汇 这个溜冰 那就算说你家长不会的话 你也可以花钱 请他参加训练班 然后他就会学会这个东西 学会这个东西终身受益 他将来也到雪地上去溜冰滑雪什么 他通通都不会害怕 从小养成了胆量 就不会害怕 我儿子女儿都会 现在都三十多岁了 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会 他根本没有恐惧 就学会了 而且刚刚讲过 装备这么齐全的话 你不予有受伤的可能 这就是我刚刚 我从这些旧的东西里面 我突然想到的一些记忆 一个社区里面如果没有一个溜冰场 没有绿地 没有篮球场 这个社区就是老人社区 也就是不可能这个房价会 会达到多高 所有炒作房价都是都是假的 都是gay 简单讲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没有活力 没有生机 只有老人 因为老人不需要这些设备 这些这些环境 但是老人仍然需要公园 仍然需要什么绿地 这些接近大致人 听听蟲鸣鸟叫 看看绿色植物 这些都没有的话 根本谈不上是一个社区 以上跟各位分享 台湾目前就是这样 短视尽力 拼命盖房子 把风与阳光全部都遮住了 结果还说要炒房地产 真是乌豪哀哉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